过去台中市大型重型机车要进行定解 都必须要到大渡的台中区监理所 而好消息是 现在位于北区的台中市监理站 也新增了这项服务 成为了台中市第二个 具备有大型重型机车检验设备的监理站 让市区的重机骑士们 不用再大老远的跑到大渡去了 交通警察骑着重机准备进行机车检验 过去台中市大型重型机车骑士要进行定解 必须到大渡的台中监理所 现在台中市监理站也新增大型重机检验线 让民众不用再跑到大渡去 因为我们警察的大型重机也必须要办定期检验 因为如果市监理站有这个服务 现在有这个服务 可以让我们可以就近过来测验就好 验车比较方便 本身有在玩那个红牌的大型重机 那现在台中市监理站有这个检验设备就很方便 之前都要跑到大渡去做这个仪器的检测 那现在有这个就很方便很赞 目前大台中地区一共有16728台大型重机 为了提升检验服务品质 全新落成的检验线 除了可以检验二轮大型重机外 同时兼具检验三轮大型重机的功能 过程全由电脑仪器自动检测 确保检验的一致性 整个台中市呢 我们目前有大概16000多量的大型重机 那在检验来讲 监理所台中区监理所在大渡 它已经有设置大型重机 那枫园站跟我们台中市监理站也陆续都要 都已经有这个设备了 我想各位我们的车主只要是大型重机 可以到我们监理站来验车的时候 会有这大型重机仪器的这个检测 监理站表示新车出厂满五年后 每年需参加定检 验车时也要携带行照和强制显保险卡 以免预期检验而遭到处罚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